太平洋上风光明媚的法蜀新卡里多尼亚岛 台湾时间周一早晨发生规模7.0强震 正央位在新卡里多尼亚岛东部的罗亚提群岛之一 利富岛塔丁恩东北东方海域 深度只有10公里 属于极浅层地震 当地时间上午9点43分发生强震后 太平洋海啸预警中心 已经在新卡里多尼亚岛与万纳渡岛 侦测到一公尺高的浪头 首都奴美阿 占新卡里多尼亚全岛人口的三分之二 距离正央超过200多公里 与罗亚提群岛最大城镇为 目前都没有传出重大伤亡 当地政府也没有正式撤离居民 夏威夷与南半球的澳洲与纽西兰政府说 这起地震对当地都不会造成海啸威胁 海啸预警中心表示 海啸威胁大致上已过去 新卡里多尼亚未在澳洲板块东源 地震与火山驼动频繁 根据美国地质调查所 这起强震发生的前一天 已经发生规模4.7到6.6不等的地震 强震发生后 又发生规模4.7到5.8地震 前后共20起属于典型地震序列 上月底当地也传出规模6.8强震 面对接二连三地震 索性都没有酿成重大灾情 大爱新闻秋宠玉编译 接下来 接下来